小伙伴 注意看 蛋仔派对中有一个非常恐怖长着一个巨大舌头的蛋是僵尸博士 它有一个大大的紫色舌头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 蛋仔派对中只有僵尸博士长一个大大的舌头 伙伴 错 阿福特错 什么 我的妈呀 蛋仔里竟然隐藏着一个比僵尸博士舌头还要大的蛋仔 他一直在流着口水想吃掉我们 伙伴们 伙伴们 难道你们不好奇蛋仔派对中 那个长着比僵尸博士还要大的舌头的蛋仔是谁吗 谁 我来告诉大家呀 小伙伴们 注意看我 众所周知 所有的蛋仔只有一个小嘴巴 脸上没舌头呀 不信 你们看 我在蛋仔中看了一百载的蛋子 所有的蛋仔都没有舌头呀 对对对 有小伙伴 告诉我说蛋仔派对中最恐怖的舌头是僵尸博士 伙伴们 错 大错特错 其实蛋仔岛中隐藏着一个比僵尸博士舌头恐怖一万倍的蛋仔 他的舌头比僵尸博士还要大 伙伴 伙伴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以前有一个蛋仔名字叫蛋高龙哥哥 伙伴 注意看 当他回头的那一刻 我发现他的舌头才是最大的舌头 非常的恐怖呀 长着一个大大的舌头 所以 伙伴们 那个最大的舌头 就是蛋高龙哥哥 你们知道了吧